香港道教聯會主席湯偉琦先生 人從小開始 好像一張白紙一樣 最重要就是 要將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 宣揚給我們的下一代 由小開始 最理想由幼稚園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將我們的道德思想 那個修身的思想 要教導給下一代 中國人 無論是宗教也好 教育也好 我們要教一個年輕的下一代 是要做好人 在我們讀的背仲經典文化 很多都是教 講 講孝 講宗 講信 這些我們傳統的美德 如果我們不教下一代 用道德的觀念 用道德的思想去規範它的行為 將來如果不只是教知識 不教道德觀念 我們會製造一些壞人出來 我們要製造和要承傳 我們中國的傳統 道德思想和我們傳統的美德 從小開始是讓學生去知道